爸 赵总 叔叔 无理解 谢谢 坐坐坐 妈 带桥来了 好嘞 往上出来 叔叔 小桥 来来来 小夏 来坐 来 愣着干什么 来来 坐坐坐 就等你了 走 坐坐 小夏 来啦 你好 你好 阿姨好 大家都到了 今天是我们家的大型日子 我们家馨儿和赵丹强结婚了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的 赵总 今天您是第一次到我们家里了 馨儿妈妈为了烧这座菜 从早忙到现在 一样啊 多喝一瓶 叔叔 您客气了 别叫我赵总 叫我小赵就行了 就是 就是 都要成一家人了 什么赵总赵总的 改口叫赵女婿 来 赵女婿 吃吃吃 来 来 丹桀 我妈做的饭可好吃了 快尝尝 谢谢爸 好嘞 满上 对 叔叔 来 咱们吃饱了 是啊 来来 来 赵女婿啊 赵女婿啊 是不是我做的菜 不合你的口味 你吃 丹桀 妈 丹桀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在想着工作的事呢 姐 你们真配 王才女貌 我敬你们 谢谢妹妹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小夏慢点喝 别喝饿了 小夏 你也得感情啊 什么时候也带一个回来 我跟她包拿手的季菜馄饨 这老糊涂 什么季节了 还季菜馄饨呢 爸还是去为妹妹好 对了小夏 什么时候谈恋爱啊 我看那个浩子就挺好啊 浩子对小夏的关心啊 都胜过我们这些亲人 对对对 上次你房子的事 也是请好帮忙啊 对了爸妈 我们的董事长 不是 我未来的婆婆 也是丹桥的妈妈 她想要求你们一起吃个饭 顺便商量一下我们的婚事 好啊好啊 未来的亲家 应该见面见面的 姐 祝你幸福 我先干了 我先干了 小夏 你量不错 那你喝 未来的姐夫 好 好 照顾我去 小夏 你就搬回来住吧 老住在浩子那边 多不方便啊 祝你们白头到了 好 小夏 你没关系吧 会不会醉了 我没事 我先回去了 小夏 我送她 小夏 回家早得休息 好 小夏 小夏 姐 家人还在等你呢 赶紧回去吧 小夏 我知道你不高兴 但是难得一家人吃个团圆饭 你应该多担待一点 我现在挺不舒服的 我先走了 小夏 小夏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当你知道 我和丹桥结婚的时候 就这么过开心 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你明明知道我和赵丹桥以前的关系 你还故意这么去做 你要知道我现在已经和丹桥在一起了 你应该体谅我 我还不够体谅你吗 我知道你不开心 但我还是希望你答应姐姐 无论我以后和丹桥是好是坏 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见她 姐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妹妹 树东先生我让给你了 红小豆这个身份我也让给你了 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但都说在你心中 我们就是两颗棋子 任由你摆布吗 现在好了 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满意了吧 就算像你说的我是棋子 那我是不是也有权利让你出局呢 自从我搬到苏家 我就没有拥有过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现在因为你 我连我最爱的工作我也吃了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 对不起 小夏 我知道我不应该隐瞒你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 已经和丹桥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丹桥的母亲也已经彻底接受我了 所以小夏 你要祝福我们 并且以后不要再见她 我 我知道了 反正从小到大 我没有抢走过你任何一样东西 现在也一样 我 我不会再打扰你和赵总 但是因为工作我难免跟她见面 姐 我只是想要一份可以让我生存的工作 你能不能理解一下 我不能理解 你知不知道只要你在她身边一分钟 我就没有办法安心 你在害怕什么呀 你想让我离开什么 所以我们怎么会打扰你 我确定那个工作 你的工作 你刚才不见得到 现在可能是你能活动 你的工作 没事 太久回去了 小夏一定是遇上姐姐开心的事 高兴了 多喝了一杯 但是喝得也太多了 喝醉了多难受啊 真让人担心 叔叔阿姨 那我也先走了 你这么快就走了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丹乔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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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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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 apologies 哎呀 half mostimes và ai 带回来的 是让我更加狼狈的东西呢 我原以为 你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一个树洞 可以通向那个 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那 你为什么要当我生活中的一把锁呢 我说这个小夏喝了那么多酒 应该没事吧 馨儿不是说没事吗 她可能是看了姐姐 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 想起自己的事了 过了今天就会好啊 来 你看 这衣服好吗 这件好像颜色深了点 我看看呀 怎么搞的嘛 真是没有衣服 有一句话你听说过吗 叫人老珠黄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 我人老周黄不值钱是吧 我是说人老了 首饰也旧了 就别折腾了 你还好意思说啊 跟你结了婚以后 我别说 买这些首饰 连接像样子的衣服都没有 连一套贵一点的化妆品都没有 亏我底子好 擦什么化妆品 皮肤都好 哎哟 行了 人到了这个岁数啊 再怎么打扮也就那样了 你懂什么 他怎么看我 我才无所谓呢 我是怕别人啊 看见了咱们馨儿宝贝 穿得洋气点 给馨儿长脸 哎 那些有钱的人啊 我总觉得比别人高一等 我可不想让馨儿嫁过去 再招家抬不起头来 我帮你衣服准备好了 你去试试啊 我就这样 不就是见个亲家 吃个饭吧 至于那么隆重啊 这些衣服都不行 我明天 要去上上买衣服 好 我明天啊 陪你去 这衣服怎么样 好像还可以啊 这一件还不错 服务员 请问 这衣服多少钱呢 我看看啊 五百八 阿姨 我拿下来您试一下 五百八呢 能不能再便宜点呢 阿姨 我们这倒是折后价了 好 倒是蛮好的 不过啊 不是我说 不值这个钱呢 你看 这个面料啊 显得很低档 还有这个 这个钻石 洗两回就要掉了吧 阿姨 我们这都是品牌货 什么品牌货 你要是便宜点呢 我就勉强买下了 阿姨 你眼光要这么高的话 就不该来大卖场买啊 你直接上大商场去 你这什么话呢 我告诉你 我还真瞧不上呢 走 想买高档货又不想花钱 我白送给你啊 董事长 餐厅已经订好了 餐厅 什么餐厅啊 您不是约宁新父母见面吗 我彻底忘了 我彻底忘了 那你通知丹桥了吗 通知了 但是她说明天有商务洽谈 抽不出时间来 她开玩笑吧 明天是讨论她的婚姻大事 她怎么能不来 你再联系她一下 是 这孩子 这孩子 还不让我掺和 我不掺和她能行吗 我说这么大的一个商场 逛了那么久了 我都累了 我说啊 你别瞎着疼了行吗 你以为我想逛啊 你以为我是为了我自己太刀简简吧 刚才那个营业员说话太气人了 还以为我真买不起 狗眼看人爹 你也不帮我说两句 行行行 我说啊 消消气 我陪你买到为止行了吧 别啰嗦了 往前看看 太太 您穿这套衣服呀 是我见过的最有气质的 哪里 我都一把年纪了 打来什么气质啊 您看看这套连维 还有这个颜色 一般人穿上都容易显土 您看您穿着 显得多高贵啊 姑娘 多少钱 打折吗 您等一下我帮您查一下 谢谢 看看打折吗 太太您的眼光真是太独到了 这个呀是我们这一季的限量款 所以没有折扣 总共是三千两百块钱 三千两 已经很划算了 谢谢 谢谢 我再看看 谢谢 吴妍 这套衣服我买了 好 您等一下我帮您开票 嗯 您 出门以后又拐 好 谢谢啊 好 真是的 抱怨 好 累死了 为了心儿 想起心儿 可以风风光光大驾 我呀 也了了一桩新事 我这一辈子啊 没钱也没什么 但是 我养了一双儿女 那是最有成就的 我知道 优雅端庄得体 对女人来说 是一件永远也不会过时的衣服 那个心儿 小时候 我们再哭再哭 还是坚持把她送到 去学生业 学舞蹈 这些东西啊 对心儿来说 是一种无形资产 我这一辈子 没有风光大驾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我一样吧 我给你买这个衣服 不是为了别人 就是为了你 怎么搞的 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就是啊 太不像话了 你们别担心了 刚才我跟她打过电话了 她没接 应该是在开会吧 要不 我再打一个 您好 请问您要点单了吗 我们再看看 一会儿叫你 哎 丹桥 我们人都到齐了 你们人呢 哎 念小姐 不好意思 赵总现在还在开会 她嘱咐我来告诉你一声 她今天日常安排得太满了 要一直开会到晚上 所以估计是不能来和你们吃饭了 可我们早已经说好了呀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赵总真的太忙了 好 没事 你让她都注意休息啊 谢谢 怎么样啊 哎 老婆 你下来了 你终于想睡什么 我出去给你买个来 啊 好吧 那你帮我在街尾带一份 哨子面回来吧 得嘞 我现在给你买去啊 等我啊 哎 别带什么老花眼镜了 多丢人哪 得我说 这个菜怎么点的 那么贵啊 哎 你看 这个青春贵鱼要八百八十八 可真是贵鱼了啊 少见多乖 这哪是平时菜场里买的菜啊 都坐过飞机的 那得给她报一下机票啊 好看 我来看 哎呀 这个菜单没几页 怎么点 你看 量油那么少 价格还不便宜 贵 该怎么点就怎么点 你看 这个海参不错 鲜档次 就这个 你要 喝海参啊 我看你啊 喝海带糖算嘛 我说你们行了没有 一会儿我来点 你们别说了行吗 谢谢 有人等 是你呀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好 你好给你安排一个豪华包机 坐哪儿都一样 就按我平时喜欢的那几样 上来吧 好的 对不起啊 我刚才临时有个会 所以 来晚了 你们坐呀 坐坐坐坐 坐吧 客气什么呀 知道董事长你了 没关系 我们 你没来多久 刚来刚来 做生意啊 是重要的 可子女的婚姻大事 应该更重要吧 都重要 单小环境新婚礼的各种细节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怎么行呢 不能让你一个人操心这么多事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该帮着忙 一起安排安排吧 不用客气 您妈妈您爸爸 我们今天也算是正式见过面了啊 客套的那些东西呢 我也不会来 但是 你们放心 该给你们的 我一样都不会少 抱歉啊 我还要领余佳 我得先走了 秦家母 婚礼的事 我们还没商量滚呢 关于婚礼的各种细节 王秘书会安排的 他会给你们聊 对了 一会儿菜上来 如果不够用的话 你们随便加 跟经理说 记在我的账上 是 抱歉 慢用 这做人也太没礼貌了 把我们叫过来 什么事也不说 自己走了 把我们当什么呀 爸 算了 我们再吃饭吧 服务员 上菜 我上车上车 快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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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快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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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董事长交代 送给宁欣的见面礼 真不好意思 这么大的赞借 得多少钱呢 不贵 一百万吧 这次婚礼 董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也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们过目一下吧 给爸爸 首先呢是酒店 自然定在兰桥国际了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这个当然是的 毕竟自家的酒店 想摆几桌就摆几桌吧 酒席的桌数呢 也已经定好了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接下来是新娘子的婚纱 我们已经定了一套 国际大品牌 VeryWarn的 兴儿 不能只是一套婚纱吧 起码两三套吧 董事长这个问题也想过了 但是婚礼办得实在仓促 来不及定制了 最多呢 再准备一套礼服 可以 这个喜糖 怎么全都是巧克力呀 我怎么没听说过 喜糖呢太俗气了 巧克力高雅一点 这个巧克力呢 虽然不是最出名的 但是巧克力中的劳斯莱斯 很多好莱坞的明星 都在用这个品牌 想想什么 什么老斯莱斯 就是啊 我只知道 雀巢 什么德夫 菲罗利什么的 这个我真没听说过 妈 这个巧克力我是吃过的 很有名的 而且 它可以做特别定制款 这样吧 我让丹桥 做一个婚礼特制款 这种行了吧 这个酒席的桌树上的安排 咱们宁家怎么就一桌呢 而且 放在后面 我们可是上家呢 因为实在安排不过来了 你们也知道 我们董事长呢 无论是在商界还是政界 都有很多朋友的 请帖已经发了 前面的席位都已经安排满了 这样 我们宁家呢 也有亲戚朋友 零零街坊 你回去跟她说 一桌不够 再加几桌吧 就是啊 我们宁家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就这么一桌 我们可不改啊 董事长交代过了 如果你们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的话 可以另外再办两桌酒席 董事长会根据党期 抽空出席的 什么 根据党期出席 我说你们董事长是什么人呢 他以为自己是明星 搞粉丝见面会呢 这婚还结不结了 老头子 说话别这么冲动 我说秘书同志啊 这样 你看行不行 咱们呢 各自让一步 你们给我们 再补两桌 行吗 不好意思 这件事情呢 没得商量 王秘书 我觉得 你的态度应该改一改 我可是马上就要进门的 你在我面前耍威风 对你没有好处 宁小姐 我也不想为难您和您的家人 但是这些呢 都是董事长安排的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去找董事长商量 半个大亩 怎么 Guerre 音乐 喂 怎么了 什么 好 我马上来 怎么了 志愿出事了 走 我们去又 早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该让他住进来 他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 怎么会这样呢 明镶 我接到你姐的电话马上就赶过来了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爱上对方 但是却不能在一起 就算没有结果 我们之间也不代表没意义吧 就当是你的一段旅程 我还是希望你把它 当成一件美好的事情 等你回忆起它的时候 你可以照顾自己 独立地生存 不再是那个吃着饭团 一脸无助的小女孩 我希望秦昊是能给你幸福的男人 也许在另一个时空 我们会有美满的结局 我会默默地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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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默默地祝福 小夏 你这是在干什么 她是你未来的姐夫 你怎么可以手拉着手呢 你对得心情解心吧 你这是干什么你 怎么了 妈 这是医院 别大手大脑了 我看见 他们两个手拉在一起 阿 阿姨 这件事情跟宁夏没有关系 小夏 你先回去 丹桥 我知道你只是安慰小夏 我相信你 妈 你肯定是误会了 她是安慰小夏呢 我们这一家人 都在为弟弟担心 你得提防着她的 没良心的东西 你不要太半春了啊 知道了 妈 你先去吧 您先有些话我要跟你说清楚 我和您先 什么都别说 丹桥 我弟弟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我妈妈南面有点激动 你别怪她 情况就是这样是吧 好 好了 有情况我再联系你 小夏 米契月 对不起啊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怎么了 是孙北方 孙北方她过人行凶 现在已经被警察拘留了 对不起啊 是我害的校园她 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算了 走吧 我也烦着了 小夏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行了行了 你别管我了 你跟志远什么情况 其实我早就对小远动心了 从策划订婚仪式开始 我就发现仔细特别依赖她 她跟孙北方不一样 表面上好像对我挺不耐烦的 但是啊 实际上什么都迁就我 我以前那些男朋友吧 也挺迁就我的 但是我知道 那是因为我家有钱 他们都说跟我结了婚 可以少奋斗二十年呢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小远不一样 她是真的对我好 李小姐 我想你是误会了 志远对你好是因为性格释然 因为她很善良乐于助人 不是你想的那种情感 她是对你同情 而且她真的很爱小远 所以你要搞清楚状况 离他们远远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明明觉得我是鼓励精 是我鼓励小远 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自己 我那年轻处 其实是很追求小远和小德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般配 但是小夏 不是真的喜欢小远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爱一个人是没有错 但是你要整理好自己的情感 不要去打扰他们 你知道吗 我不跟你说了 不跟你说了 你又没谈过恋爱 也没爱过人 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这种感觉 就像是 你很想受爱一个人 却被现实狠狠地掐住红楼 什么都说不出来 相爱的时候 爱情是盔甲 分开之后 爱情就是软肋 明天给支援安排了单独病房 谢谢你 丹桥 丹桥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你明天还要上班 要不这样吧 我们都现在照顾弟弟 你先回去 好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小三 你别喝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该破坏别人的感情 但是 爱是自私的呀 薄米区业 爱就要通通快快 不爱就直言不悔 这本来这世界上 有些人是段振淳 有些人是杨过 有些人是李莫诚 有些人是杨不悔 有些人是杨不悔 在我眼里 这些人只是三观不同 习惯上没有对错之分啊 更别提谁提谁更高畅了 那你想过小德吗 他做错什么了 小夏 这都什么年代了 感情还分对错啊 在我眼里 这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爱一个人是没有对错 但是要负责任吧 可是 可是我明明喜欢小远 却要这么做不喜欢 难道这就是负责任吗 我都没有对自己负责呢 怎么对别人负责 算了 小夏 你别喝了 你今喝多了 服务员买单 别喝 咱们走吧啊 不走 我想待会儿 你确定 行吧 那我先走了啊 米小姐 虽然我改变不了你的三观 但是你要记住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书栋先生 米七月凶悍的人生观 我无法模仿 大多时间 我们只能靠着眉心眉肺向前跑 你说是吗 我们曾站在同一个岔路口徘徊 感情里 米七月是猎人 我只能苟活 好 儿子 你醒了 儿子 爸 老婆 姐 臭小子 你想吓死妈妈呀 我们你家就你这么一个犊子 你要是不好 叫我一家怎么过 妈 弟弟这不是醒了吗 你就别伤心了啊 姐 醒了就好了 醒了就好了 我没事 老婆 老公 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老婆 你都怀孕了 我还让你担心 你不是一个好老婆 没有 你好好休息 别说了 我们在这儿都陪着你呢 睡一会儿吧 你这是干什么 她是你未来的姐夫 你们怎么手拉着手啊 你对得醒姐姐吗 你对得醒姐姐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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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只是 我应该回到 特别自私 我应该回到 我应该回到 都会回到 我应该回到 这些 我应该回到 天哪 我应该回到 谁 我应该回到 我应该回到 您坐 我应该回到 都是2046 为什么说 我应该回到 不好意思 我应该回到 我应该回到 这儿呢 我说 我刚才 我知道 对不起 我应该回到 我应该回到 他一直 喂 我应该回到 妈妈 看他 不要再 要不然 我应该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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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好 我应该回到 一点点 我应该回到